这段郑秀文这一段是从相恋到分手再到重新复合 二十年的兜兜转转两个人最终的还是走到了一起 而最近呢他们也是常常被拍到一级甜蜜的逛街购物 甚至呢还有消息传出来说他们将在明年年初结婚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呢 我们来听一下郑秀文怎么说 其实到这个阶段我跟他都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两个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在什么阶段会有什么的确定 那现在这个阶段我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的是够坦诚了 如今呢郑秀文感情稳定 在事业方面呢他即将推出个人的新专辑 另外他还凭借电影《盲探》 入围了本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将和张紫怡贵伦门等人来争夺奖项 不过对于这个得奖啊 郑秀文还真不抱什么希望 金马奖没希望啊 已经提名不晓得是第九次还是第十次了 所以我都非常习惯是落 我想应该没有机会的了 真的我也习惯落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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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